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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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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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在這張 這是第三次 我們在這張裡面來看 那為什麼 需要看這麼多次呢 那當然是裡面有很多 好東西 但不只好東西是我們需要 知道的真理 在 父神的心 就像我們所唱的詩歌所講的 就是他不願意 失上一個小子 不願意失上一個小子 就是要願意萬人得救 不願意人沉淪 是在這樣的他的心意當中呢 我們要曉得 特別是我們已經是被稱為 他名下的兒女 是帶著這樣的認知來活 在世上來生活 那其實整張 我們今天會從頭再看一次 那特別是透過 王跟兩個仆人的比喻來看 就更加明白 到底 為什麼前面這些所寫的 都相關 就是這個主題 不願意失上一個小子 這是父神的心 他不願意失上一個小子 不是小孩子 是小子 當然可以包括小孩子 小子就是任何一個 特別是他的門徒當中 如果還在爭 神不要他們失落任何一個 不要把別推下去 我上去 只要我今天可以上這個天堂 你們都不要進去 乃是願意每一個人都可以上去 所以我們願意透過這段比喻來看 先看到底是欠了什麼樣的債 我們想想看到底欠了什麼樣的債 我們都不要做欠債的人 肯定的 特別不要欠債過年 過了年 很多人或者很多人去追債 不要過了年不算數了 但是我們是不是欠債的人 還是在這個比喻裡面 我們看到是兩個欠債的 兩個欠債的 但是我們是不是欠債的 欠了什麼樣的債 我想這對債的認識很重要 到底我們欠了什麼債 或者我們沒有欠債 你若不是欠債的人的心態呢 那肯定是不太一樣 你是債主跟欠債的人 所以我蒙受的是什麼樣的赦免 所以王赦免的是什麼樣的赦免 我們在主自己的救恩裡面 又是怎麼樣的赦免 能不能很清楚看見呢 所以我們如果是一個蒙恩者 我們是一個蒙到赦免的恩典的人 我們應該是怎麼樣回應才對 我相信這個比喻很清楚讓我們看見 那當我們是用一個蒙恩者的心態 來回應肯定前面所談的這一些呢 就很容易可以明白 我們也從一個父神 他不願意施上一個小子這樣的心態 來體貼他當中 我們就知道怎麼樣來回應 所以到底誰沒有欠債 是欠了什麼樣的債 那麼是不是可以還得輕 我們欠債的人能不能還得輕 很多時候我們是借這個貸款 就是還一點本金啊 有沒有可以還得輕嗎 那比喻裡的王是如何處理欠債的那個仆人 其實有很多人都欠他債 事實上如果要講 所有的人是欠他債 只是這個比喻裡面 就講兩個人欠他債 那王是怎麼處理 那麼他這個仆人呢 又怎麼樣對待欠債他的這個同伴 所以他也是債主 他也是欠債的 那債主或欠債的心態呢 會是一樣嗎 肯定不同 如果我現在是欠債的人 我看到那個債主 我可能就趕快躲起來 那我如果是債主 會不會跟這個盟友王赦免 但是看到他的欠債的這個一樣呢 那我能不能赦免或者說饒恕 這是一樣的意思 那能不能 有沒有不能夠饒恕的人 我們唱那首詩歌 在提醒就是 到底我有沒有還有 心裡面對 有沒有那樣子的 你還放不下的 不是說他悔改 可能對方有傷害於你的 他對不起你的 他並沒有悔改 但是我這一邊 我願不願意赦免 赦免有兩個層次 但是我這個層次 我願不願意赦免 所以王對蒙舍的這個仆人 他有什麼樣的期望 你我蒙受拯救之後 神對你我有沒有期望 所以要從整章再來看呢 我們相信可以更加幫助我們看到神 他在你我生命裡面 是佩得讚美的 當然肯定也有些提醒 哪些我可能 沒有從一個蒙恩者 蒙赦免的 這樣的仆人的角度 來看其他我的同伴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需要做什麼的調整 我想這都需要 我們預備自己的心 來思想 來回應 這天 到底是簽了什麼樣的債 我們看 天國好像有個王 要和他仆人算賬 那才算的時候 就有人帶一個欠 一千萬銀子的來 一千萬銀子 到底是有多少 查了一下 他原來是寫出一千個他連得 Talents 一千個 那一個他連得呢 如果那個時候工作的人 工資來講 要十五年的工資 十五年的工資 一千個他連得 一千乘以十五年 這個是工資 當然比喻就是很誇張的 讓我們明白 但是 這個誇張 事實上跟我們 講到的救恩 其實不是那麼誇張 但是先從這個比喻來看 這個欠了王一千萬銀子的 把它帶來 現在是要算賬的時候了 要算賬 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 就是他不可能償還的 當中呢 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 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所有的全部都賣 從你我的經濟情況可能 在座的一大部分都 沒有欠什麼太多的債才對 不然可能你現在很忙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你也知道 那個最重要的債 其實不是這個錢財 有時候是 可能你覺得人情債 人情債很重 但其實我們要看的 在這個整個比喻要講的 他出發點是因為彼得問 主耶穌 我們前面一直看 不要半島人 你也不要 如果自己 讓你半島自己 不能夠進天國的 你要好好嚴肅的處理 有關半島半島半島 現在彼得說 如果有人半島我怎麼辦 要怎麼樣 饒恕他七次呢 夠不夠 他講當然是夠嘛 七次 平常一次就有了不起 七次 老師應該誇獎 他沒誇獎 老師用這個比喻來講 所以不要半島人 自己也不要半島自己 別人半島我怎麼辦呢 現在就在面對這個問題 別人如果半島我 別人又錯於我 有虧於我 我要怎麼樣來面對 怎麼樣來處理 好那現在這個是有欠於 國王的這個仆人 他欠了一千萬兩銀子 他不可能來償還 一千個十五年的工資 他怎麼償還呢 他怎麼償還呢 所以主人吩咐要把他和他親子 兒女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賣了 賣了好償還 當然這償還不了 但是 如果今天你是債主 那欠你債的 可能就要捲家逃跑了 今天這個仆人在這邊跑不了的 準備要面對 我們有欠了什麼債是還不起的 還不起的 還不起的 就這樣幹好了 你有的 你現在所有的一切 就像這個人 他的妻子 他的兒女 他的這一切 從哪裡來的 在住的每一位 你我所有的從哪裡來的 我們的生命從哪裡來的 父母 父母生命從哪裡來 主父母 主父母呢 再往上推啊 生命從哪裡來 你的聰明從哪裡來 請問你這麼聰明是從哪裡來 剛好 你家有五個兄弟姐妹 你就是特別聰明 有多少人是在長葬 長葬 長葬 長葬的這個孩子們 他們所面對的這樣的困難 你沒有經歷過 為什麼 都是你應該有的 我應該有的 你的機遇特別好 等等 有什麼不是欠的 請問 你有什麼不是欠的 我有什麼不是欠的 都是應該的嗎 生命 到底從哪裡來 這個一定要問清楚 我生命可以還得起嗎 如果生命不只是生命還得起 還不起 現在是 如果這位王他要跟你算 我欠他的 是我在 可能 你看一千萬 這只有加利息了 繼續加了 我們現在美國的國債是個大問題 你可以稍微想想看 如果我要付這個債 我還得輕嗎 我生命的債怎麼還 那邊 隨意說在 瑪利亞福音第五章那邊 就已經提過了 他說 你同 告你的對頭 還在路上 你要趕緊跟他 能夠和喜 或者你去獻祭的時候 你想到有個弟兄 他懷怨 對你 你們沒有解決 你們要和好的事 那你就趕快把禮物先放好 先去求和喜 求和 和好 為什麼呢 如果他把你交付審辦官 把你交 下在監理呢 我實在告訴你 如果一文錢沒有還金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你沒有把罰款逐數的交盤 繳上去的時候 你出不來 這是一般我們也可以知道 當然人間的制度是有各樣的不安全 但是你多少可以體會的 你這個 罰的錢沒交清嘛 怎麼可以讓你出來 那一千萬兩銀子 一千萬銀子怎麼樣能夠還得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如果我有的 當包括我的生命 按照我們神自己的啟示也清楚明白 即使你還不認識神 但你可以思想的當中 你可以知道 不應該都是所謂應該的 這一切 我有的一切 都是應該的 那我欠了 我欠了這些 我怎麼還 有一文錢沒有還金 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特別是 我們知道神 祂自己宣告 祂是怎麼樣以為神 當摩西問 要祂帶以色列出來的這個亞威神 問祂是怎麼樣 祂的宣告 就說 耶和華是有憐憫 有恩典的神 是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 所以你看到這邊很多的 講到有關恩典跟愛的部分 祂是有豐盛的慈愛和真理 為千萬人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 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 過犯和罪惡 但是呢 祂很清楚告訴我們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不然祂就不是公義的神 你我怎麼樣來信靠這一位 祂如果不是公義的呢 必追討他的罪 知父及子 直到三世代 罪事實上自己就會顯明出來 不用神做什麼 我們在孩子身上就看見 我罪性的彰性 他在不知不覺當中 他都有 萬不以有罪的為主 所以一文錢沒有還清出不來的 我們是在有罪的當中 我們來看 我在欠的在還不清的當中 我們看自己 我怎麼樣來面對這一位 他給我的 所以那個詩人就會這樣告訴我們 那些倚藏財獲自誇錢財多的人 怎麼樣 一個 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將贖架給神 叫他長遠活著 不見朽壞 不管你有多少錢財 你有多少世上 世人所羡慕的 這一切都不能夠幫助他 讓他有夠的贖架 來贖回他的生命 所以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 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很清楚 神的啟示透過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都可以明白的 這不是難明白的道理 如果有這位公正的神 不以有罪為無罪的 這樣一位神 那 所有我的一切是從他而來 透過不同的人 透過不同的安排 這一切現在是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那這一切 我如果跟他要找我算賬的時候 我要怎麼來算 我到底是欠在人呢 還是我擁有這一切 這是我所有人 那麼這個人 這個仆人他是怎麼樣呢 怎麼樣蒙受 怎麼樣的一個赦免呢 那個仆人就俯俯拜他 說主啊寬容我 將來 我都要還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 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 所以先想想看這個仆人 他到底是不是知道 他所欠的債 有多少 他怎麼樣子的向主人求呢 主啊寬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將來 他給活那麼久嗎 還得清嗎 就是他一直賺錢 他還得清嗎 不會繼續欠債越加越多嗎 我們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所欠的有多少 會不會像這個仆人 他來扶不敗這位國王 他還以為自己還可以 但仆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 你們看到這樣的釋放 這樣的赦免 他原來把他關起來 怎麼要賣了 現在把他釋放了 而且免了他的債 免了他的債 這就是赦免的意思 什麼叫動了慈心 之前我們在第九章 還有其他還有幾處的經文看到 主要說 當他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福音 又抑制各樣的病症 那麼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這個憐憫就是通常這個字 動了慈心 動了慈心 中國有這樣的說法就是 你牽肠掛肚 牽肠掛肚 特別是我母親的 你跟你的孩子 他在病痛的當中 或者他可能不是病痛 他可能感情受挫等等 你知道你很掛著他的 你的好像你腸子都會動的 你難受了 你是牽掛著他的 他就講 這樣這個字本身就讓我們看到 是在跟裡面 跟你生命 跟你的情緒 都有關係的 做母親特別 我相信你有體會 孩子的高興 你也高興 他在難過 你心裡面 也在跟著他難過 牽扯著心腸 這個是憐憫 神他的心是被牽動的 他被他所造的人來牽動 這個我們很難明白 特別我們在今日 你從宇宙的浩瀚 越來越知道 是何其無限的當中 神他怎麼會動了 神他怎麼會動了慈心 我們不明白 但是神就是這樣做 他看到他們 好像沒有牧人 自己偏行幾路 困苦流離 他動了慈心 看到這個仆人 不可能償還他所欠的一切 他動了慈心 他在你我的生命裡面一樣 如果你在難處裡面 你知道神 祂看著 祂是知道的 祂是被牽動的 像主耶穌在拉撒路的坟墓之前 那個耶穌哭了 當然也有一個部分 祂是在人的成分當中 祂與瑪利亞他們同過的 當然那邊的描述 是遠超過這個 耶穌的哭 也包括他 心裡面是醜苦的 甚至憤怒的 因為看到人不應該面對 罪所帶來的死亡 但是祂是被牽扯 神是有感情的 祂照你我按照那形象所照當中 是有感情的 所以祂自己是牽長掛肚 在看你我 所以你所經歷的這一切 你要知道神在乎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很多時候以為 只有我一個人 來孤獨的 默默的承受這一切 神祂在乎 所以祂需要來 人子來是要尋找拯救世上的人 因為祂動了慈心 祂需要來 旧約其實都提到了 祂的戀愛大大的發動 我怎麼能夠忘掉呢 這神很奇妙的 我想就是透過 我剛剛提到的 特別是做父母這樣 跟孩子的關係 你可以稍微揣摩 神對你我的心 祂願意 願意我們 是明白祂這樣的心的當中 來回應 祂動了慈心 你動了慈心的當中 有這樣的赦免 這樣的赦免是 全部的赦免 沒有說讓你分錢付款 你先付這個多少 然後下次你繼續付 但是全部都免 沒有任何這個仆人的功勞 那樣的赦免 其實從救恩很清楚看到 你我蒙受神 祂的赦免 不是因為我們可愛 配得 不是因為我們有任何 我們可誇的 那是因為祂就是單單的 就是要你 我們不懂 這是奧秘 不知道神為什麼就是要你 但是 祂的應許就是 能夠 凡事求告祂的 求告祖民 你專心來尋求救病 尋見 祂沒有特別指定的 你又是這個白人 才能夠信耶穌的 你是當然沒有 要特別聰明的才可以信 哪有這回事 那祂要你的當中 你有沒有來回應呢 有沒有看見神 祂動了心腸 祂為你動了心腸 祂用不同的方式 在告訴你 該回家了 不要在外面 像羊流離失所控股 要回家了 祂要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是要讓我們可以回祂的家 請大家一起念 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饒恕你產業之愚民的罪過 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必再聯名我們 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 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 你必按古時其事應許我們列著的話 向雅各發誠實 向亞伯拉罕施慈愛 這講到神跟選民的關係 但是基本上祂是向呼籲所有的 來信靠祂當中能夠領受這樣的恩典 就是把所有的罪孽投入深海 有人說 祂把這些垃圾全部丟進去了 然後說不准再把它調回來 掛個牌子 有人幫助我們去理解 那其實很清楚 神當祂是願意來赦免的當中 不是一半的赦免 祂是全然的赦免 不管你有多少 可能是 有一千兩 其實一千兩也很多 一千萬兩 一樣 全然赦免 一切的罪投入深海 一切 但是神救恩的赦免是這樣子的 所以無論我過去是怎麼樣 當然如果我們是在罪裡面生活 我們需要悔改 靠祖的赦罪之恩趕快要悔改 要脫離在那樣的生活方式裡面 那樣的思維當中 但是曉得祂願意赦免 這樣的赦罪之恩是讓一切的 在全都免 幫我們釋放 讓我們可以成為祂家中的人 讓我們可以成為祂家中的人 耶穌在石架上面 所呈現的 實在清楚不過 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他還是按父神的心意 在為這些 把祂掛上石架的 鞭打祂的 脫棄祂的 入墨祂的 還在為祂們求 不要按照這樣子 還是求神來赦免他們 還是給他們有機會 你看白副長 真是神的兒子 我相信那個是得救的 然後耶穌跟祂 與祂一起同定的 當中的一個強盜殺人犯 我跟祂講 我實在告訴你 今次你要同我 在樂園裡了 全然的赦免才可能跟神在一塊兒 祂的赦免就是這樣的 沒有拖泥帶水的 沒有一半的 沒有帶條件的 但是祂有期望的 所以耶穌受的那處就是說 成了 便地下頭將靈魂交付水 成了 是真正的成了 把罪在 所有的罪在 全部都付清 所以祂全部付清 就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沒有欠一分錢 不能出來 你我是全然的付清當中 是成為自由人 但這個自由是要用在 怎麽樣來愛祂 怎麽樣來服侍祂 怎麽樣來跟隨祂 怎麽樣來愛其他的人 成為和平之子 那蒙恩的回應應該是怎麽樣呢 我們看看這個 比喻裏面這個仆人 那仆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 欠他十兩銀子 便揪著他 掐住他的喉嚎說 你把所欠的還我 請問他 借這個仆人的是從哪裡來的 他所借給這個仆人也是從王來的 沒有王借他你想他也可以借給他的 那欠他的這個呢 他就服服要求他 寬容我吧 將來我必償還 你想他可不可以償還 十兩銀子 其實他這邊講的 不是這麽多了 大概是可以 我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一百個denarius 就是大概一百天的工資 或是更少 不太記得 但是就是你可以償還的 不是那麽多的錢 他不是講一樣的用talent 他是用danarius 所以是講到 只有幾天的工資而已 那他可以償還得了 但是這個仆人他不願意 他不肯 竟把他這個同伴 就是同樣是做仆人的 或者是奴隸的 其實那個字是奴隸的意思 他們都是奴隸 好像奴隸這樣 但是奴仆 一起 他就把他架在間裡 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那麽他的同伴 就看不過去了 就告訴王 王就這樣子告訴這個仆人 你這惡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 都免 你不應當連續你的同伴 向我連續你嗎 王是有期望的 如果我是一個被神來赦免的 神對你我的期望是 我既然蒙了赦免 我要怎麽樣用一個 蒙赦免的 這樣的心態 來對待其他人 你不應當連續你的同伴 向我連續你嗎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給掌形的 等他還清料所欠的債 給還得清嗎 你們個人若不從心裡 饒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 如果不是從心裡饒恕 所以彼得他問我 饒恕七個 七次已經很了不起了嗎 你要從心裡饒恕不是只是幾次 像你行為上面算算就是了 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願意我安全來饒恕 你不這樣子做 我天父一樣也要這樣待你 所以如果說我是信靠耶穌的人 我是被稱為他名下的人 我是被稱為他名下的人 我現在是怎麼樣子的 來看其他欠我債的人 我們主導文裡面 在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當中 我們說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所以我們免了人的債 現在很清楚 我們知道這是神要我們 祂期望 我們要做的 我們才在父神面前來求祂 赦免我們 好像我們赦免別人 所以緊接著在主導文後面 結束就在解釋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 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 你們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從正面來講 從反面來講 就是特別特別強調 我們 要按照父神 祂怎麼帶我們來帶其他人 我們不這樣做的時候 顧神祂也會不願意按照祂原先要做 這樣子來帶我們 饒恕是神祂要求的 是祂的命令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邊有提到 它其中另外一個比喻就是 想讓一個仆人 那些仆人 他 叫服侍 在家裡面已經夠忙了 但是 當主人回來 他們繼續在服侍 然後最後講的是 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我們本分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本分 那邊要講的 講到有關相關的這些經文 就是 饒恕是你我已經蒙受主恩的人的本分 不是條件 不是我可以可有可無的 饒恕是必須的 對你我而言可能不太容易 特別是你受到傷害的 有人對你是有各樣的重傷的 你要願意從心裡來饒恕 所以倘若各路西書上面就提到了 我們要彼此的饒恕 如果有嫌隙 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再次看到 我們既然是父的兒女 主耶穌他所做的 我們長兄所做的 我們也要做 父怎麼做 我們也要怎麼做 所以我到底是債主還是蒙受者 如果我是從債主來看 我就像那個第一個那個仆人 我看到 欠我債的 我可能就抓著他不放 今天可能你是債主 有人欠你 他是有歸於你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蒙受者 你已經領受的這個赦免是 比你所擁有人家欠你的 那個不得比 沒得比的 是全部的一千萬兩 對上幾兩 你還不能夠從一個蒙受赦免的 這樣的角度來看 這欠你債的人 還是我們是繼續用 我是債主 我就是要抓著你不放 我插著你的脖子 一定要給你好看 不然這個不公平 那確實很不公平 父神把兒子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基督就為我們死 父神很不公平 太不公平 所以我到底是債主還是蒙受者 我想我們要好好問清楚 我有沒有體貼父神 他連續饒恕的心 如果有的話呢 那我想我們會有不一樣的心態 我不知道你現在心裡 你有什麼樣的人的名字 或是他的聲音 你都彷彿 曾經就是在那個生活當中 你還在歷歷在目 但是願不願意因著 神他自己的睡眠 我是蒙受的 我從這個蒙受者的角度來看 我已經有了這個神的睡眠 我可以去睡眠 我也需要去睡眠 我們體貼父神是願意 願意他能夠回轉 所以 現在不只是回答彼得講的 只是七次的睡眠 那很好很好已經很好對不對 主要是講到七十個七次 不是只有四百九十次 我們知道七跟十都是完整的數目 所以 表示就是 無限量 用這樣的了解來看整張 所以前面講到的是怎麼樣 他們在增大 所以天國裡誰為大 如果我看我所有的都是從神來的 我原本是欠神所有一切 我是蒙受的神 祂自己設罪之恩的 我來看其他人 我會不會比大 我會不會要增大 我有的這一切 都是神給的 事實上祂是赦免的 我怎麼樣還要用這個神給的 來爭誰是大的 我有沒有什麼事 因為我現在有的這些 讓我自誇 到一個地步 我不願意 讓神來做我的主 如果有 那是因為我不曉得 這一切全部從神而來 有什麼事讓我可以絆倒 可能我也不曉得 神祂赦免是全然的赦免 我還以為我不能夠靠近祂 有沒有讓我這樣絆倒 自己見不了 祂已經應許給我們諸般的 恩典跟真理來幫助我們 所以第一大段講到的是 從第一節到第六節講到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其實神 祂要我們來看自己 如果我們能夠謙卑曉得 一切都是從神來的 一切都是從神來的 全部是祂赦免 祂赦免之恩當中 我們今天有這樣的生命 那不會去增大 第七到第十四節 十一節 講到將人半島的誘惑了 那我如果知道自己這一切從神來 我們就會減少去將人半島 那如果是自己 不要半島自己 這就讓我會至高 所倚靠的這一切 知道是從神來的 那就不會繼續倚靠 不會再這樣半島自己 那如果是要半島的人 當然 我們需要 曉得 神祂是看重 祂告訴我們 祂在乎 所有的 不可以親看這小子裡的一個 因為神祂是 祂是在眷顧他們 所以如果有羊走迷了 我要知不知道 我其實是 那 這邊一百字羊的這個比喻裡面 講到 特別強調的是 那世上的 父神祂不願意世上一個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其他 我們以為我們是沒有世上的 第一個要再看清楚 我到底有沒有世上 還是我 已經在神的救恩裡面 那我有沒有看重 那一個 祂已經世上的 父神是願意把他 帶回來 就是在這樣的當中 我們來看 十五到二十節 講到教會的權柄 神所賜的當中 有兩三個人禱告 神就在其中 神就聽禱告 不是因為 你一個人禱告神不聽 而是兩三個人 同心禱告的當中 神好像就接受 你們這兩三個見證人 祂在其中 他願意受理這個案件 他在做審判 但是那個心意是 按照父神的心意 不願意一格 小子 流失 迷失 兩三個人同心禱告 是願意這個人能夠回轉 能夠釋放 能夠捆綁 是為了希望他們在不認識神 或者在最終迷失的當中 他們會回轉過來 我們不是一個 我比他好 我好像是這個債主 他是欠債的 我比他好 不是 那是看到我們是蒙受神 他受罪之恩的 我們是在這樣的恩典裡面來看 其他還在掙扎的 他甚至走迷的 我們怎麼去看 願意為他禱告 兩三個人同心的禱告 當然這邊很清楚是教導 教會怎麼處理 有關犯罪的人 但 在整個大的上下文的這樣 來看 就明白 神的心給教會全品 是要願意人能夠在純正的 神自己的救恩的真理當中 能夠回轉 重新回家 所以我們要從這樣的角度看 你就知道 父神的心意 祂願意人 祂願意人 能夠 不只領受祂的救恩 而且成為祂自己 和平之子 因為我們是在這樣的當中來看 所以 如果我還沒信靠祂 這一節就是為我們 所寫的 看到神祂自己的應許 請大家一起念 當聖約華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祂 相近的時候 求告祂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 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約華 約華就必連續祂 當歸向我們的神 因為神必廣行順免 所以趁著我們還有生命氣息 趁著神還是在救恩之日當中 願意我們能夠領受祂的救恩 可以尋找的時候趕快來尋找祂 如果我還在尋找 我還是 我們講目道友 就是對這個救恩不是清楚 我生命何去何從 如果不清楚 這個應許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要離棄自己的道路 他接著下面 接下去講的就是 神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 祂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 所以神的意念就是願意 小子裡沒有一個失落 祂的意念就是願意人能夠 離棄自己的道路 祂的話 絕不突然返回 要成就祂所喜悅的事 但是我們要願意回應 神祂是願意廣行順免 可以從這個國王的比喻很清楚看到 但是我們如果還沒有歸信祂 要趕快歸向祂 我們 祂用這段經文提到的 我塗抹了你的過範 向後雲消散 我塗抹了你的罪惡 如薄雲滅沒 你當歸向我 因我救贖了你 諸天 天啊應當歌唱 因為耶和阿做成這事 地的身處 應當歡呼 送山 應當發聲歌唱 這又是怎麼說呢 因為耶和阿救贖了雅各 並要因以色列榮耀自己 神不虧欠榮耀 但是祂願意因著我們能夠領受祂誓罪之恩 我們反映出祂的榮耀當中 祂榮耀自己 我們自己是蒙福當中 祂榮耀自己 來彰顯祂是怎麼樣一位神 祂正在你我的心裡面呢 繼續在做這樣的呼召 祂塗抹這一切 所以願意我們是成為和平之子 在這樣的當中 我們在冤恨裡面帶來你的愛 在創傷之中帶來祂的寬恕 今天特別是想要寬恕 願意寬恕 饒恕 我們不是一個在主 我們是蒙恩的人 在懷疑當中要對祂真正的信要帶出來 沒有對神這樣的信 在寬恕的時候 我們反而能夠蒙到寬恕 所以我們不赦免人 父神也不赦免我們 我們赦免人 父神也赦免我們 在給予的當中 我們反而接受神祂給我們的 神給我們的愛 我們流露出去 你領受更多的愛 神的赦免你給出去 你領受更多的赦免 在死去時反悲 生在永生 我們是在這樣永遠的生命裡面 繼續來成長 生命繼續被祖來更新 來使用 最終就是為祂的榮耀 父要我們 來做那願意赦免人的 因為你我可以 如果你不是信靠主 那你沒辦法真正從心裡面 完全的來饒恕人 那既然我們領受神的 我們是被稱祂名下的 就讓我們 是在這樣的恩典裡面 來讓人使用 時間的緣故我們就 好 現在我們要一起來領受主餐 好 反省